知名口琴乐团台上表演 让底下的人听得如痴如醉 还有台语创作歌索朱约信 自弹自唱 以及来自博如日本幼儿园的小朋友 中日文双声道唱一闪一闪亮晶晶 表演年龄层横跨老中青三代 由台湾浩德公益文化协会 联邦银行和福和会 共同主办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慈善追思音乐会将在8月20号举行 感谢安倍长期替台湾发声 举办安倍晋三音乐会 是出自于民间的内心的 发出对他的敬佩 安倍始终是仗义职业 在每一个我们在趋于弱势的时候 他一定是为我们讲几句话 第一个当然是要向日本 近几十年来最有国际视野的 伟大的政治家安倍晋三致敬 第二个对台湾人民最有情有意的 日本友人安倍晋三前首相 表达我们的追思跟感谢 安倍晋三在7月8号揍事 令人震惊不舍 台湾更是痛失了一位 长期坚定挺台最好的朋友 而这场音乐会就是要缅怀 这位对台湾有情有义的伟大领导人 我们从年龄成从两三岁到七八十岁的合唱团 我们都有邀请到 还有唱各种语言 安倍晋三亲弟弟岸信夫也特地录影感谢台湾人民对哥哥的思念 更希望这场音乐会让台日之间的友谊更加坚定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